《華山論勢》 歡迎大家又來到《華山論勢》節目 今天又是跟劉蘭昌卿 跟大家聊聊天 首先我想講一下美國 本來是講中美 現在我想焦點放在美國 我的感覺就是 一個國家好不好 在大形勢 所以有《華山論勢》 因為你看大體 然後再縮下去 針對焦點 可以看到 可以說一件事 美國國際必須 一定是慘淡收場 還有應該是不出2024 所有的壞事發生 其實為什麼這樣說 其實就是因為 麥卡錫很小事 一個共和黨議長 被人投票輸了 換人 為什麼由這麽小 引到這麽嚴重 因為老實說 做人和做國家都是一樣 你看到勢頭 如果你看到勢頭是壞的 你都能不能去哪裏 還有六合彩 你猜嗎 即是說 我不記得是三國議 還是洪南部 審一個亂字了得 即是說亂到這個 我想一般人搞不清楚 為什麼共和黨反對麥卡錫 要罷免他才有八票 但是他都被罵了 我們解釋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可能大家都這幾天都看到 不過先說一個故事 首先 停擺 停擺大家都知道是嚴重的事情 麥卡錫作為共和黨的領導 就告訴所有人 我要提出一個方案出來 就不要令到他停擺 一定要做 這個是對的 不是錯的 但是你在一個小小的角度來看 敵我分明 你就是幫敵人 即是他對美國是負責任的 對自己的黨 對黨就不糟 但對美國是好的 就是這樣 最後就有335票 讚成了這個臨時撥盤法案 即是沒有了停擺這件事 反對的是極右派的共和黨的91票 換句話說 我大旗一揮 對面就支持我 我自己的那班 自己有就不支持我 然後就有人跳出來說 就是這個蓋茲 這個就是一個小小的眾議員出來說 我要罷免他 大家都不是很懷疑 但誰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投票說罷免他 一個人提出來就可以了 這個又是很有趣 這個又是 是今年再大家爭拗了大輪之後 就說我一定要改個例 一個人出來說 罷免眾議長 就一定要投票 他果然 他讓步 就給了這個蓋茲 要求是過了關 過了關 他現在出來就說 罷免他 你便想一想 我救了拜登 我救了美國 沒有了停擺這個問題 就推後到11月17日 即是由18日開始 才停擺 四十多人 好了 我是否有功呢 對你民主黨有沒有功呢 對你拜登是否有功呢 好了 現在人家懷疑我了 你有多少人支持我呢 好了 那麼投票 星期三投票 一出來的結果 基本上所有的民主黨 民主黨 即是你對面那個 李支持 你幫他那幫人 投票出來 搗亂你 只有八票 八票 共和黨人之中有八個 即是極右派 出來說要搗亂你 就是二百一十六票 剛剛贏了二百一十票 共和黨 保住他的位 那你死了 即是要下台 即是麥卡錫呢 就剛剛幫完了拜登 幫完了民主黨 但是民主黨這二百的人 這不是說我背後插你一刀 而是海撒大帝式 就是扯你下來 扯著你的衣服 大家去捅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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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譬如是你會不會殺出嗎 即是平民黨代持軍 käyt帽 就是平民政黨很多 en dough 8号的时候是一定停摆的时候 美国经济会怎样惨法呢 接下来谁能救美国呢 记住 因为过多段时间 没有人帮到你了 总统选举 你供我我供你的时候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美国国势经济 是否继续加息呢 是怎样呢 其实一定是坏的 一定是坏的 他一定是坏的话 全世界都不方好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告诉大家 喂 坏了 来着 哎呀 就是这样 共和党上次特朗普 以赏微票数输了给拜登 心是很不甘的 是的 现在呢 有那么多的机会去堆垮拜登 一定是拿着去做 谁知道麦卡锡就真的说 为大国为装 大国为装 但是将来 你伸上来这个共和党 因为共和党在众议院的票是多 所以伸上来的议长 一定也是共和党 他呢 就一定是要避免麦卡锡这个下场 不要转油被人堆垮 所以现在我觉得美国国会这次真的很好玩 因为前一阵 美国国会还投了一样票 将 美国国防部长 所以澳斯丁呢 减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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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投票而已 说而已 是说而已 不会真正做的 不可能做的 就是说 两党到恶斗到这个情况 实际上我觉得是共和党 现在是机会来的 我一定是拿着任何机会 为反对而反对 一定要堆垠民主党 堆垠拜登 这个机会 还有一个内容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其中今次停摆 过渡骨就说明是不撥款给乌克兰 所以之前习林斯基见拜登 拜登就说多3亿 3亿的 共和党绝大部分人 就是反对再给予乌克兰 民主党里面也有人反对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自己美国自己国家 那么多人没有饭吃 又要睡家 又要这样又要那样 又要那样都没有 你告诉我 美国还怎样可能再答应 再要给钱 你说答应也好 到时你拿过不了 上去过不了骨 那你作为世界大国强国又怎样 到时你会答应 弟弟去打吧 没有兵没有炮 那谁去找 你打吧 打吧 不要问我 去打吧 你会看到这样的环境之后 我们要知道其实乌克兰战争又有一个大变数 是 那个大变数 就是会不会因为这样 就被迫 可能打到差不多了 咦 对了 是不是俄国大反攻呢 现在这个形势 就对扎林斯基是很不利的 是 因为这次扎林斯基去美国的时候 就见拜登 他要很多钱的 但是拜登才给了3亿 另外呢 他就希望 美国通过的新的国防授权法案 要增加240亿的 给乌克兰的原作 所以他要求见这个麦卡锡 麦卡锡不见他 这次麦卡锡就通过那个站门的方案 就是暂缓停摆的方案 就是对了你 就不提你 不提乌克兰 而且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一定要不给乌克兰钱才能够过 你才可以洗钱继续洗到11月17号 这个就是未来新的议长上来 可能在这个方面又是要卡拜登 是的 你没有的 老实说你下一个下一任 有什么可能 就是在乌克兰那方面也不会帮到你 第二 我怎样去避免停摆呢 其实是不是一定要逼你停摆呢 可能是的 逼你停摆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三四个月之后 去到大家都顶不住 看看大家为何肯停摆呢 就是因为如果停摆 是会是伤害到民主党的人投票房的呢 那我就着数了 就是共和党就着数了 如果停摆三至六个月 就是对共和党不利的呢 到时我就走回头了 但是你先衰后好 如果大家可以妥协到 换句话说 11月中之后呢 就是美国一片大乱局 是 就是说表明现在美国的反战的情绪就上升 因为以前美国共和民主党两党都一直支持原作乌克兰 给多多钱都不在乎不计其数 但是现在呢 我觉得共和党现在就是觉得 现在美国的选民就觉得给钱太多了 就是用这个来反民主党 他们说他给钱太多了 你这样听你就觉得是不是这样的 其实他说出来的理由很好的 就是有几个人出来说的时候 他说话就说 我听完了习林司机在船局说完了 他没有说过一句给我听 我们是会打赢仗的 他只是告诉我们 还有这个美国国防部 他只是告诉我们 我们是继续这样捱下去 如果我们给那么多钱出来 又不赢 那我打你做什么呢 我赢不同的嘛 我打得赢我就给钱你 我打不赢我怎么给钱你呢 你都说明给我听打不赢 他都是这样交着状态的 又要我给那么多钱你 那你告诉我我给钱你什么呢 如果大家看回美国的历史 其实越南战争反战 因为你又花很多钱 死很多人 这次好一点 不死人 但是你花很多钱 阿富汗战争 你花很多钱 死少少人 但是你都发觉 即是国家都觉得 顶不住 这样 那你现在 乌克兰 说应该打俄国 你应该好都行 两下手势 应该打完 死了 年多之后 都是不行的 好了 对到这样的环境 那时候不打了 不如不要打了 老实说 当美国不再支持 他不是不想 但他支持不到用钱 支持不到乌克兰的时候 我又问一句 接着欧洲说 我支持我出钱 说而已 因为你不是法国不是德国 你有多少钱 现在是乌克兰传出来的一条新闻 他说 现在美国已经打了个电话过来 说 在我们11月17日之前 你们乌克兰千万不要再出现贪污 腐败 或者是你买一件军大衣 本来是一元的 你又报成三元 就是说回到三元的价钱 千万不要出 因为如果你再出这些丑闻 美国的国会更加会卡住这个购款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说 和兰昌卿说的时候 美国这次真的输了国运 我觉得麦卡锡这件事 大家都可能不在为意 看到美国国运是开始急转直下 当然他会不会又找个人出来 又打扰得好 拜登又不知民主党找谁出来选 这个是后话 但形势来说 国运一定是非常差 现在就起码可以看到 在美国共和党里面 自己又吵参死 民主党里面又吵参死 共和党民主党之间又斗到七彩 你说这个国家怎样呢 民主大国啦 这班人在这里只是捧着民主大国 没得顶啊 美国民主自由 看看东西啦 你说两者之间你被你选 美国人如果真的被你选 你情愿是习近平做还是拜登做 没得说了 我想美国国运一转直下 急转直下之下 我想也没得救了 今天我们说到这里为止 OK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